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开心我们可以一起 借着上帝的话 我们共同来领袖 愿上帝的话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谢谢你与我们同行 你知道我们是多么软弱 但 我们生命当中的另一个我 却又渴望得着 与你相见的机会 主帮助我们 有时候我们就挣扎在 我们自己 以及 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困境 求主你与我们同在 祝福临在 我们每个人身上 我们在这里先上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今天一起来 聆听一段经节 这段经节记载在 初埃及记 33章第7节到11节 摩西 摩西树长将帐篷支搭在营外 离营却远 他称这帐篷为会幕 凡求问耶和华的 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 百姓就都起来 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 望着摩西 只等到他进了会幕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 云柔下来 立在会幕的门前 幽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经节 刚刚好是在描述 这群在旷野中受神带领 并且接受神指指引的这一群以色列人 这群以色列人在旷野中 当摩西在西乃山上与上帝立约 某一个部分上帝就与这群以色列人立约 于是虽然上帝痛恨这群以色列人 在西乃山下 拜了金牛犊的这样的行为 但是在摩西的恳求下 上帝仍然应许 他必定与以色列人 也就是他的百姓同在 他必与他们同行 而他与他们同行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 所看到的这段经节 就是会幕的开始 会幕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就是上帝在人 在他的百姓当中的记号 而这个记号 其实就是如果以那群在旷野的百姓来看 他也不过就是另外一个帐篷而已 而这个帐篷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读到第七节的地方 这个帐篷是在银外 离银很远 但是这个帐篷很特别的是 有一个很特别的描述是 凡求告 求问耶和华的 就到会幕那里去 意思是如果你想与耶和华面对面 其实不只是摩西 是当下的上帝的百姓 都可以去那边寻求上帝的旨意 因此这个会幕 从那个旷野中的会幕开始 后来就一直演变 一直演变 演变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演变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那就是上帝与人立约的记号 人们在那里 与上帝面对面 人们在那里敬拜上帝 换句话说 上帝透过这个与人 在人当中的记号 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是我们知道 他不是遥不可及的上帝 我们可以面对面与他亲近 包括以色列人也是如此 事实上在我们的灵命 塑造的历程当中 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历程 人与上帝相交最大的好处 其实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有方向 反之 我们毫无目标 因此 我们每个人在寻求 特别牧师经常鼓励大家要单独会主 正是这个意思 我们每个人都要寻求单独的与上帝面对面 透过这个面对面 我们才能够支取力量 透过这个面对面 我们才知道我们真是上帝的孩子 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能够进入会幕 与他相遇 透过与他相遇的历程 主 爱的记号就在我们的生命中 让我们的生命 有方向 有目标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求祝你帮助我们 我们的人生 有方向 有目标 因为我们深知 你与我们同在 而你与我们同在 的记号 就是你在 我们生命的一个角落里 主帮助我们的生命 就搭建起会幕 因为我们生命 需要有一个部份 有一个时间是分别为圣 与你相遇的 求主就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当我们愿意 成为属你的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愿意 在我们生命当中 去搭起会幕 远离 成宵 并且知道 你会在那里 与我们相遇 求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这里 献上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